苦等三年 朱婷回归 蔡斌赛点换人回馈全场 球迷买票 队友给朱婷送上掌声 中国女排3比1逆转战胜强敌荷兰队 拿到澳门战第一场至关重要的胜利 这个澳门战也是中国女排名义上 最强阵容的一个正式的诞生 那么朱婷回到了大名单里 而本场比赛 蔡斌的某种程度上也并没有让现场的观众失望 至少没有失望到底 在最后的时刻他把朱婷换上了场 本场前三局中国女排2比1 领先第四局24比20 中国女排拿到赛点的时候 蔡斌打手一挥换人了 直到这个现场这么多的球迷观众买票 是来看谁的 三年没见过朱婷为中国女排出战了 直接就把朱婷换到了场上 让她来发球 她换的是王远远 换上来朱婷就是为了发这一个回合的球 但是这个赛点局 最终中国女排并没有拿下 还发完球 朱婷就被换下了 还好不会影响比赛的大局 后面24比21的时候 中国女排打出精彩进攻 原心越扣死 最终中国女排25比21 再赢一局 3比1逆转 战胜了荷兰 而朱婷就上来露了个脸 发了个球 并没有说在其他的时间上场 虽然主攻线的状态不算太好吧 李盈盈猛扣40球 才得了11分 但是蔡斌并没有想要把世界第一主攻 朱婷拿上来去替换主攻线位置的球员 全场比赛 朱婷就发了这一个球 但是也算是给球迷们给出了一个回馈 毕竟大家买着票过来看朱婷 你说你全场不让朱婷上一秒 那肯定也是不合适的 起码现在在局点的最后时刻 在局末尾声阶段 朱婷还是上来了 而且在她发球的时候 也是有一个非常暖心的场面 中国女排的队友们 尤其是场面替补席的队友们 像张长宁等人 还是给朱婷送上了一个掌声 说明他们对于朱婷 还是比较认可的 我们也希望朱婷赶紧早日 融入到中国女排的大好集体当中 为女排取得奥运资格 出自己的一份力 后面的奥运会 如果中国女排能够出战的话 那么朱婷一定还是主意 感谢观看